这里是法轮功学员,在中共驻卡尔加里领事馆前的集会现场,他们在这里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。 原黑龙江省牡丹江机电设备公司的职工张平,因修炼法轮功被四次迫害,他在今年6月对迫害元凶江泽民提交了刑事控告。 我是上个月6日逃离中国,来到民族自由的加拿大,由于修炼法轮功,我四次被迫害,我第一次关在牡丹江看守所四个半月,在这四个半月当中,我身体出现生命危险的情况下, 绝食嘛,绝食了五天五夜,不喝水,不吃饭,抗议这种非法关押,但是他们也拒绝放任。 我的一个同事李鸿敏,2002年,被牡丹江公安局抓进去,十几个小时被打死了。 我还有一个同事,韩秀芳,2012年的11月2日被绑架,现在被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,被非法判刑五年半。 我是牡丹江市机电设备公司,他们都是我的同事。 这场噩梦啊,从逃到加拿大以来,感觉好像稍有平息,觉得这是一个自由的地方,我可以自由表达我想信仰的这么一个愿望。 而且呢,也希望特鲁多在和习近平接触的时候,能体现出加拿大的民族自由和一种人道主义的帮助。 这种迫害还在持续,因为就是说从今年五月份中国出台一个就是新的这个法律嘛,所以说大家都在参与树江。 你有树江吗? 我树江了,我在6月12日和15日两次向最高人民检察院,最高法院提出了江泽民这个刑事诉讼。 你的材料送吗? 都,就都有签收,都有签收。 有没有得到回复? 回复了,回复了。 回复的为什么? 他就写的是中国最高法院院长江启波签收。 是这样的。 完了那个是最高检察院签收。 是这样的。